大家好,我是傅元,今天呢我来牵插矮牵牛 这些枝条呢,是我在刚才给矮牵牛修剪打顶的时候剪下来的枝条 春天呢,是矮牵牛生长的旺季 这个时候想让它抱盆的话,要不断的给它修剪打顶 修剪掉一个侧芽,它就会在旁边的叶叶处再冒出两个侧芽 冒出的侧芽越多了,它到时候开发就会越多 修剪下来的这些侧芽呢,也不要丢掉,直接用来牵插就可以 前天呢,我已经牵插了很多,已经生根了,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牵牛已经生根了 这些都已经牵插成活了,到时候一栽出来就可以了 牵插的土腊呢,我是自己配置的 用的珍珠盐,仪泰土和质石按照1比1比1的比例 珍珠盐呢,主要是颗粒土,它是主要起到透水的作用 水多了,它就会从旁边的缝隙中渗透出去 芝石呢,主要是吸水保水的作用 这个泥碳土呢,它比较的松软,而且有一定的养分 用这样的土壤配置,牵它呢,是非常容易生根的 当然呢,也可以用合砂牵插,或者是其他的营养土牵插,都是可以的 因为春天这个温度呢,还不是太高,所以用一个泡沫箱 来给它保温保湿 牵插的时候呢,最好给它蘸一下生根剂 生根剂的比例呢,是1比1000左右就可以 这是大约是1000克的水,对上5滴左右 搅拌均匀之后,把叉碎在里面浸泡一会儿 牵插的时候,直接把叉碎这样插在里面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给它喷透水 最后盖上一个泡面袋,给它扎紧 袋子上面给它扎上几个洞 这样呢,可以保温保湿 如果是温度在15度到25度之间呢 哈哈哈